中華直霸外號千秋王子的統一師隊神部高志剛 確定將從球員身分轉任二軍總教練 他感謝一路以來球迷朋友還有家人的支持 不禁哽咽落淚 高志剛坦言轉任教練的心路歷程 一開始有抗拒不捨卸下選手身分 不過團隊精神更重要 願將自身所學奉獻給球隊 傳授經驗給後輩們 不能在球場上 繼續當選手表現給各位球迷朋友們看 我也覺得有點不捨 不過我更清楚知道 這些年輕的小朋友 他們需要更多的舞台 他們需要更多的支持 他們需要更多的機會來表現自己 所以我願意用一個比較不同的身分 讓這個舞台有更多更好的表現 高志剛回顧過去2005年加入統一師 在14年的職棒生涯中累積了1,070場的敦步 是終止目前為二敦步破千場的不壽 也多次入選中華隊為國比賽 他並不追求數字或是紀錄 反走過必留下痕跡 自己曾經的付出表示選手生涯沒有遺憾 高志剛表示接任教練不代表離開球場 不會辦隱退儀式 自己也會在教練方面盡自己所能 歡迎球迷到二軍看比賽 鼓勵年輕的小獅子們 主要社記者張欣偉 台北採訪報導